可不可以叫蝦肉色呢? 都可以的 其實很多觀眾都不明白 為什麼要做這三卡的東西呢? 因為其實呢 平時這個位置我可能會做一個拉纜的 這次特意做這個對開的設計 其實就是希望 都不夠我們香港的建制洞 樂觀點 大家不要那麼悲觀 我們要樂觀點做人 好 又來到落機解剖的裝修大揭秘 又跟大家參觀一下 分享一下我們裝修好的單位 最近天氣突然很冷 拍攝今天 突然間由這個 不知道多少度跌到7度 很冷 不過天氣多冷都好 都不夠街道 你看到我們裝修材料的街道 水淨河飛 鬼影都沒有隻 好可怕 應該由這個12月尾開始到現在 我們整班行家都叫苦連天 師傅有空 有個單位一收樓 馬上噴噴聲 我都沒試過一個月可以做起水電泥水 是好可怕的 不過天氣多冷都好 都不夠我們香港的經濟洞 大家都是冷過水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堅守著 不過也不用這麼悲觀 樂觀點 因為我看到冬天帶來的好處 大家不要那麼悲觀 我們要樂觀點做人 我們先看看單位 這裡 這裡又是做了個釣地櫃 這次不做獅子櫃 我們要做釣地櫃 其實都是只差一格至兩格 看看有沒有高新東西放 你喜歡做釣地櫃的話 可以增加多少桌面 因為大部分位置都是餐桌 可以放多一點餐邊的東西 都是放一些咖啡機 水壺、水杯 儲物量都足夠的 主要下部分都是做鞋櫃 我做了一個湯門 湯王設備 都是有些櫃桶 收了 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一些釣櫃門 都是基本做法 糟了,又說基本做法 很危險 來到這裡 這個單位大家看 可能和平時會不同 它的顏色可以留意一下 它沒有用木的顏色 應該是沒有用木的顏色 取而導致 它用了一種 我們叫粉粉的顏色 可不可以叫蝦肉色 也可以 粉粉的顏色去做 白色、蝦肉色 和黑色 這幾種東西去做配搭 可能屋主不太喜歡木色 所以你看到地上 都不是做我們這陣子經常見到的木雲磚 我們還原基本步 好了,做回我們最平時會用的 六八成六八的這些磚 其實這些磚 我自己都覺得不錯 因為木雲磚蝦多 有時候客人會說 木雲磚是漂亮的 不過它蝦太多 還有擔心鋪出來 鋪得不好 會有高低差 其實如果用這些 我們叫做方形 或者長方形的磚 因為它鋪的鋪法 一定是很普遍的 即是大家直線對直線 角對角 其實高低起伏沒有明顯 木雲磚一定會卡拉卡拉 不鋪 所以如果它鋪有一點彎 它鋪的高點和低點 可能會有個誤差 會令它感覺上踢腳 所以其實鋪這些方塊型的磚 無論是六百六百 六百米二 甚至乎再大些七百五米五 其實效果都不錯 這次用了這隻磚 是比較簡單的 石紋的 也不是那些亮面磚 踩下去就沒有那麼冷 不是亮面磚 也看起來容易髒 所以我覺得不錯 來到這幅牆 這幅牆 其實是特意做了一個分隔 其實它是由鞋櫃一路連過去 之前如果有看過這條影片 也有做過類似設計 也是特意做一個分色的效果 但如果這樣用牆做分色 兩隻油漆 中間接駁位 其實會不會那麼漂亮 所以我們特意用一條黑色金屬 幫它分開它 都會令到視覺效果會連貫 下半腰都是粉色 上半部分都是用白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 其實我們在隔一間房間 如果熟悉這個屋院 或者這類單位都知道 其實如果這裏要隔一間房間 都很困難 最大最大要解決的問題是甚麼 這部冷氣 所以這次我們做了一拖二的冷氣 看到是有兩部分體機在這裏 但是做這些一拖二分體機 真的要留意一下 你那個分體機的屋外機的尺寸 出不出這隻窗 其實很多觀眾或者很多客人都問我 我看到別人可以放兩部機 甚至三部機在窗台上 其實我不太建議 因為它的出風能力 即散熱能力會比較差 而且窗台的承重能力也會有問題 所以可以諮詢你們的設計師 裝修師傅 我這樣放是否正確規例 到時日後會不會有機會要拆開 會不會有其他問題出現等等 真的要諮詢一下 甚至乎我看到有些散熱器很誇張 全都出街 騎半部機就是掉下去 所以這個位置要留意一下 講一下廳這間房 其實很多時候在之前的片段 或者其他公司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 原來我們通常會選擇一些三堂玻璃門 那種三堂玻璃門好處是什麼呢 可以令它帶光源進來的廳會比較多 但是它的缺點是什麼 如果你是需要比較多私隱 想靜一點點 那可能會比較差 今次我們做了真的用長間的方法 所以你看到今次這個邊位 我們後面是一個衣櫃 我們對著廳這個方向 我們做一個Display櫃 讓廳不需要像很多牆一樣 也有少少擺設可以放在這裡 用了一個鋁框玻璃門 做了這個Display櫃 應該收留到不少心外的收藏品 這邊我亦都留了一隻窗給它 因為如果這邊都是牆的話 可能感覺上會比較少光源進來 所以如果平時可以這隻窗 其實裡面有窗簾 可以打開窗簾 開了一隻門 都會自己通透一下 因為畢竟我現在隔了房間之後 就沒有了一個窗 可以進到房間看看 好了 那這一類單位 跟平時以前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多了一個 又愛又恨的露台 它有一個露台 那你當然是多一個位用 可以浪衣 有些頭 外面可以當作儲物間 非常之好 但是缺點是什麼 讓這部長多的門 就不能放到衣櫃 因為要出出入入 所以這間房間的設計 只可以是中間要一個走動的通道 只可以把我們的床和衣櫃分兩邊 所以有應及此 我們都是做了這兩邊的 幸好剛好是一個單人床的尺寸 雙人床應該都好問的 做了一張單人床 有個滲光位 可以放一些雜物在上面 下面都是一個轉物床 下面有空間可以放東西 右邊這裡就做了一個做衣� 因為出門口這個位置做衣櫃 會給我摘 那我就收到這裡做一個薄櫃 掛衣可以主力一下衣櫃 如果我們平時一些自業的衣櫃 都可以放在這邊 那你見到我照做掛通 其實我想說這些櫃 無論它的深度夠不夠兩尺都好 其實我們可以照做掛通 有需要就照掛東西 沒有需要就可以 這些掛通全部可以一東西拿出來 一鬥起來就來 所以都幾方便 而且我都給了很多沉板 讓客人可以比較靈活地去使用 它可以放不同的雜物 都是做到頂上 這次的收口 只有40就不理想 收不到珠布 這間房大概就是這樣 好,來到另一間房 大家都知道廳間隔完房 所以這間我們所謂的主人房 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開門位置會比較靠來一邊 平時我們的門在中間這邊做衣櫃 右鍵及此 轉過來這邊 其實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衣櫃小的時候 的間隔應該是怎樣 大家見到這個衣櫃 其實上半部分就是掛衣 上半部分掛衣 都足夠收納了 但是下半部分 其實我是比較建議客人做櫃桶 那些櫃桶有兩種方法 很多時候就是打開門有櫃桶 其實這樣做很浪費 因為我們要避開了 打開門之後的門架 才可以拉到櫃桶出來 所以其實這樣做法 會令到櫃桶可以用的空間小 所以通常如果外觀上 客人不是太介意的話 我都建議客人在外邊做櫃桶 你可以直接就可以 拿到東西會比較方便 不需要打開門又開櫃桶 老實說外觀和實際 即美觀和實際 永遠都背道而馳 我經常都跟客人說這句 漂亮就未必實用 實用又未必漂亮 但是有沒有可能兩樣東西發生 有可能的 但是要碰巧手臣 所以在這次的情況下 我覺得去用櫃桶 會幫到你日常拿東西 會比較方便些 所以當衣櫃不是太大隻的時候 我覺得做多一點櫃桶在外邊 掛衣服區域自己獨立 我覺得這樣做會比較實用 扭回來這邊 都是床一張 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這裡有一隻窗 所以做不到什麼操作 都是一張普通的洋滑床 又是示範給大家看 可以用洋滑床 放了很多東西 應該一個我都放到的 兩個比較穩 啊 好 好了 廚房這裡 雪櫃位 其實呢 這個雪櫃的定位 是靠出一點 靠入一點 好看來設計的 這次客人就決定 把雪櫃推進一點 為什麼呢 就為了承傳高薪櫃 其實可以拍一拍高薪櫃 好明顯呢 護主就是一個 在廚房生活開的人 廚房的收納對他們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高薪櫃 都給了很多層板 其實你可以靈活釣動 應該放到不少的乾糧雜物 或者是 我心血來潮 我不想放廚房的東西 我想放其他工具 我可以把所有板子拿出來 亦都當作一個高薪櫃 亦都可以放一些梯啊 湯衫板啊 地拖筒等等 都可以放在這裡 所以有多個儲物位 一定沒有壞 所以這個設計都不錯 或者有時候客人會選擇了拉纜 但我覺得這樣做都頗靈活 OK的 還是做一個圓角邊 讓它走出走入 就不會碰到 上面還有一個櫃 電箱位 都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這個鋼門設計 其實很多觀眾都不明白 為什麼要做這三卡的東西 其實這個是數學題 闊度就只有這麼多 如果你的門 拿這個空間的一半 你拖好它之後 它也是拖了一半出來 變相這個入去的空間 就會很小 所以通常我們這樣做要三邊的話 我們就會選擇這裡 給它多一卡 這一卡有兩個做法 第一就是我們要建築牆 或者留一牆 第二就是用金屬框的做法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燙門燙過來的時候 我想它緊貼 我想油煙出不來 所以做這個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選擇它和它平面 同一個平面 那三天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漏風 漏油煙 也都會靜一點 可以大家看看它的效果 這個緩衝的鋼門 很多客人會說這些 其實金屬門是什麼質地 其實有分鋁材和鋼材 我們公司要用鋼材 那鋼材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它比較耐用 都是會不容易有配件上的鬆脫 因為它是燒汗燒出來 但缺點就是什麼呢 缺點就是重一點 所以對它的路軌要求會比較高 而這些間線 其實你問我就可有可無 不過 如果它是一幅整幅玻璃的話 那你如果是七幅青玻璃 什麼線條都沒有呢 有時關上了門 真的暈暈地撞上去 真的會幾痛一下 所以都是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都是做了一些線條 那這個手抽款都是一個很常見 我們做在一個金屬門的手抽 那其實主要有兩大款 一就是在邊框上面開做一個手抽 不過那種會小一點 但是那種都可以做鎖的功能 而另一種就是這種外置式 外置這種都可以做鎖的功能 不過是因為廚房 所以我們就沒有做鎖 挺爽的 我家裡都在用 那看一下你喜不喜歡 那來到廚房 都是我們標準做法 洗衣機 升盤 吊地位 那這裡就做了一個焗爐 這個是明火爐 中間都做了一個櫃桶 記得的觀眾都是做排風位 那 只要可以說一下這邊 那其實呢 這個桌子我都是跟客人說 可以放多一點點電器 但是都是看一下你這個闊度 你自己感覺如何良好一點 所以有時做深一點 有時做淺一點 那這個位置呢 經常都會撞 因為它剛剛高過窗 那有些客人呢 就會選擇 追過去 有些客人就會選擇 不是啊 照高 那其實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可以放一些東西在這裡 那它可以就濕不到水 譬如它有時想放一些刀架 砧板 那些都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那所以就有好處 那做之前都會買一買 其實不要小看這個櫃 這個櫃呢 其實可以放很多東西 那可以看看 其實這裡是可以收到很多調味料啊 乾糧啊 我最愛的公仔麵啊 等等 麻雀水少不狀俱全 就是多得一個得一個 那這次這個做法有一點不同 那在這個角位 平時這個角位我可能會做一個拉纜 不過就因為裡面有煤氣錶頂住 那所以呢 所以就 這次特意做這個對開的設計 那其實就是希望我們可以 維修到煤氣錶 那也都可以 在角落可以收到一點點東西 那所以這次的做法有一點點不同 那其實 所有櫃 總之你有轉角位呢 都可以有幾種做法 要不就內通 要不就對角開 可以很靈活運用在不同的情況 那廚房顏色方面呢 就長身用了一隻米白色的磚 不過這隻磚 就可能沒有那麼白的 但是米 但是都是石紋的 那我自己覺得 都看得太多白色呢 這隻紋都不錯 那拼了個上白下灰的設計 檯面石這隻呢 就沒有記錯 應該是STAR ONE的 不過這隻石也是一隻 我很喜愛用的 號碼來的 因為它白得來呢 它有些點 粗幼的點 那看上去就不會那麼容易髒 那都是無縫石的做法 那有前檔水後檔水 那有前檔水可以幫你的水 沒有那麼容易撇下來 後檔水就是 有個弧位 那又不會積住的水 那和玻璃膠呢 都不用放在下面 可以放在上面 望而碰到玻璃膠 沒有那麼多髒 所以沒有縫石 都有它的優點 不過都是那句 沒有縫石 不要用深色 用深色很容易花 要深色真的用整整整 那廚房的部分介紹這麼多 又來到的廁所了 那都是我最推薦的方法 馬桶跟回原裝後位 不用改位 那洗手盆沒短了 但是也有三尺 OK 我覺得 那都可以收到耳水爐 那我自己也喜歡這個方法 不過就是 缺點就是鏡箱 可以收東西的位置少了 那但是呢 這個位比較闊落 那這個位置闊落有什麼好處呢 可能幫小朋友洗澡 甚至乎如果家裡有長者呢 行動不太方便 到時候真的要照顧它的話 那如果中間要闊落一點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好用一點的 或者在這個浴室裡面 我換衣服 我在外面可以整來整去 搞什麼動作也好 都會闊落一點的 這個布局呢 我是比較建議大家用的 也是自己比較喜歡一點 也都比較容易碰那隻窗 那去到林浴缸這邊 那其實企缸這邊 這次我們又不做窗色 這次做了銀色 銀色的拉絲 那都帥仔的 其實最主要配合 你們浴室的長身顏色 或者整體的設計 那都是有鋼框 有鋼框的款式 我是會覺得它比較 防水能力高一點 還有鋼框有瓷級的 OK 整體布局來講 最滿意是這個 那其實呢 就可以看回後面這個位置 其實後面 這個浴缸後面 其實可以選擇 有些客人會做到尾 有些客人會留一個 一尺至一尺半的位置 就用來放幾多桶 或者放些雜物 都好見人見自己 就看你的浴缸 需要的空間 或者家庭成員 或者有些什麼要求等等 都可以去改動的 那整體浴室就是這樣 都是做浴室補 原來的花灑 其實可以裝兩邊 我覺得都可以 如果在這個布局上 如果你真的留一個空間 原來的花灑做這邊 如果有火質的話 做那邊 這邊可以做枕頭位 或者做椅子坐下 很多客人都會這樣做 希望人喜歡我們的設計 好了今天單位又看完了 介紹很多作品給大家 大家記得 不要只顧著看我們的頻道 都要給我們一些提示 給我們一些回報 最大的回報是怎樣做 COS我們 給我們留言 分享我們 還有訂閱我們 這些訂閱數 我看見都是很麻煩 不過我看見的是什麼 觀看數 多過訂閱數 有些師兄 師姐 不要盡力 不要訂閱到 幫幫忙 按兩個按鈕 讓我跟別人差距 不要太大 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問題 歡迎留言給我 或者是想參考等等 在片段上 那些留言都會看到 有些人說想怎樣找你 其實就在 Youtube的Discription那裡 有我們的資料 還有在裝修單位上面的用料 它的牌子等等 我都會寫在我們的網站上 按那個連結 到我們的網站 就會看到這個單位的介紹 也會寫 究竟油漆用了什麼號碼 它的傢俬用了什麼膠板 噴漆用什麼顏色 抬面石 甚至結具 馬桶用什麼 款式等等 都可以在那裡看 希望這個資訊幫助大家 好了 繼續加油 我們渡過寒冬 拜拜 大家好 今天就很開心 來到一個單位 就是我們 擁有一個同事的家 來的 這裡準備了一些心意 誠敬意 恭喜你辛苦入伙 其實是 因為最近我們沒有什麼單位拍片 看到同事剛剛在家 就裝修完 又來招他的單位拍片 真的不是很開心 道謝他 他住不住入伙 真的不關我的事 就可以過來了 請多多久 適合 對啊 還要